第六百零五章 私人飞机 下 师伯 这块料子做印章 未免有点抱田天物了吧 钟瑞见到老爷子高兴的样子 忍不住开了句玩笑 你都懂得道理 我还能不走 你别选 别以为淘到几块好料子就能和我吹嘘了 古天峰美好气的瞪了钟瑞一眼 随即又将注意力放到了这块黑白红三色的机械石料上 三种颜色层次分明 实质也为机械石中的上品 就算现在未经雕琢 那也是隐隐透着一股子荧光 即使不懂御时的人 也能看出不凡来 三色雕出三个人物 那不算本事 行了 小子 东西留着吧 一个星期 啊不 要半个月 半个月后你来吃 古天峰看着这块石料 已经在心里构思起图案来 鸡血石的制裁要比翡翠软了许多 只要构思成型 以老爷子的工艺 雕琢起来并不费劲 之所以要半个月的时间 使古天峰想将其雕琢成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 看着古天峰一脸迷醉的表情 庄瑞怕老爷子用心过度伤了身体 连忙说道 顾师伯 时间再长点也没事 这两个东西都留在您站 得空了您慢慢的识度 行了 行了 年纪轻轻的 哪来那么多废话 晚上想吃什么 让阿姨去做 小心 我就不陪你们两个了 古天峰不耐烦地打断了庄瑞的话 抱着那块刘关章的料子 就进了工作室 老爷子这是把庄瑞当成了子职看待 自然也就不讲究那些客套 不过却是留下庄瑞和秦宣兵 坐在客厅里面面相觑 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庄瑞 小秦 你们两个今儿个怎么来了 我爸呢 正当庄瑞准备和阿姨打个招呼离开的时候 古云带着媳妇小孩一家人来到了四合院 刚进门就看见了庄瑞 连忙打了招呼 哎 都怪我 拿了两块好料子 老爷子这入了迷了 进房间去了 庄瑞想着 老人的身体刚好没多久 要是因为这料子累病了 那自个儿心里可是过不去的 嗨 我当什么事呢 告诉你 我爸前几天生病就是退下来闲的 有点玩意儿给他琢磨 这身体啥事都没有 古云一听是这事 拉住了庄瑞 边走边说道 咱哥俩很久没喝两杯了 让我媳妇去炒几个菜 晚上咱们喝点 行行 别拉我 白氏 进来 庄瑞见到古云的小孩往白氏的身边凑 连忙招呼了一声 白氏这么大的个子 即使不咬人 生气扑一下 那也是能吓死人的 秦玄冰也见过古云的媳妇 他虽然出身是在香港 也知道内地的习俗 当下和古云的媳妇去厨房帮手去了 只是秦大小姐的动手能力实在不怎么样 到最后 还是阿姨和古云媳妇做的饭 他只是在一旁聊天罢了 老弟 古云和庄瑞坐回到客厅里 面色有些为难地喊了一声庄瑞 不过下面的话确实没说出来 什么事 古哥 咱们之前还用这么课堂吗 那啥 上次那虎边 你那还有没有 古云迟疑了一下 终于说了出来 哎 我说古哥 这东西泡酒也要大半年的时间 您不会给煮了吃了吧 庄瑞听到是这事 不由奇怪地打量起古云来 这哥哥的身体还算是健壮啊 不至于这么迫不及待吧 小声点 别让你嫂子听到了 古云连忙打断了庄瑞的话 接着说道 我大哥前段时间回北京 见到我泡的那罐子酒 直接连罐子都给我包走了 这这 我这也是 得 您要是没了就算了 古云的大哥是在外地工作的 人到中年了吗 听到老弟吹嘘 这是郑宗的湖边 当下也顾不得当哥哥的面子了 直接连酒带罐子 包到车上给拉走了 庄瑞文言笑了起来 感情这男人对这物件都是情有独钟啊 这也难怪 别看每个男人嘴上都挂着对伟哥的不屑 但是偷偷跑到药店买那玩意儿的人 绝对不在少数 要不然 怎么可能在中国的销量 居世界第二位呢 当然 这也是中国的人口基数所决定的 第一位是哪个国家 废话 当然是那个岛国了 别看人少 但那儿的男人都指望这玩意儿工作呢 每年消耗在AV男星身上的都不在少数了 否则 那会儿又短又不吃酒 AV产业发达的起来嘛 这男人问别的男人要这玩意儿 等于是间接承认自己有点那啥的 古云的脸上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话说了一半就打住了 古哥 那东西倒是还有 不过真的不多了 不是小弟小气 只能给你最后一根了 庄瑞忍住笑 答应了下来 不过他存货也没几根了 虽然自己现在用不到 但是人总有老的时候吧 没准到那会儿 想用的时候就没了呢 好好好 回头哥哥要敬你几杯 古云文言大喜 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饭菜都做好了 古老爷子见到儿子媳妇来 也没多说什么 吃了一碗饭 又算回到工作室里了 古云等人早就见怪不怪了 找回着庄瑞和秦玄兵吃菜 奶奶的 不知道酒伤为伤甚吗 怪不得要不深了 离开老爷子的四合院的时候 庄瑞被古云也灌得有六七分岁了 这车只能丢给秦玄兵去开 上车的时候 想着自己又被敲诈走一根湖边 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怎么了 你刚才说什么呀 秦玄兵没听清庄瑞的话 发动车子后问了一句 没什么 这事可不华解释 庄瑞在宅子里泡的那坛酒 还是偷偷摸摸的呢 这酒有时候还真能刺激人 回到家里之后 庄瑞今儿个变得异常勇猛 直到秦玄兵连番求饶 这才暂时出现 房间里到处弥漫着一股子 体液的味道 你们男人晚上肯定没谈好事 秦玄兵露出娇好的上身 用手指在庄瑞胸前画着拳拳 脸上一副满足的身形 这不叫好事吗 庄瑞笑着翻过身体 就待在上马扬鞭 刚才实在是没有进行 电话 电话响了 诶 别别 管他谁的电话呢 这三更半夜的惊扰人 最是不厚道 庄瑞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强行上马 有了手机铃声的助阵 庄瑞同学倍感到刺激 秦玄兵正要推开庄瑞的时候 却感到身上一阵火热 那种酥麻的感觉 马上变不到了全身 只能看着床头的电话 不断的唱着 又是半个多小时之后 屋里的喘息声才平息了下来 庄瑞见到的电话依然在响着 连忙推了推秦宣兵 只是怀里的人 这会儿几乎瘫软掉了 魅眼如丝 一动也不肯动了 喂 哪位啊 无奈之下 庄瑞只能接下了电话 小瑞 你和宣兵在一起吗 怎么打了半个多小时电话 都没人接呢 电话的另一端 传来了方怡的声音 让庄瑞和秦宣兵 居然紧张了起来 秦宣兵更是拉过被子 盖在了赤裸的身上 好像母亲能看到一样 呃 呃 庄瑞接着丈母娘的电话 心里不停很是古怪 直到方怡又追问了一句之后 才连忙回答道 妈 我们刚才在外面 比较吵 没有听到 刚刚回到家里 有什么事吗 我让宣兵和您说吧 不用 你听也一样的 你们不是要买飞机吗 我今天帮你们问了一下 方怡在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 比较忙 后来闲下来 马上给他们查了一下 以庄瑞的身家身份 要买个私人飞机 方怡感觉还是很正常的 这也是港岛私人飞机 比较普遍的原因 妈 您说 庄瑞拉过被子 盖上身体 虽然丈母娘长得很年轻 那也是长辈不是 只身露体的接电话 庄瑞心里有种罪恶感 现在有两款机型 我感觉比较合适 一款是美国雷神飞机公司生产的 首相一号 商务私人飞机 价格大约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 巡航速度高达835公里每小时 是全世界最快的轻型公务机了 只是空间略小了一点 大概只有五六个座位 而另外一款 豪客800XP型机 也是雷神公司制造的 但是性能航程 以及载人数量 确实要比首相一号强了许多 当然 价格也贵得多 大概在一亿元人民币左右 你可以考虑一下 好的 那我考虑一下 回头再上网查查这两款机型 明天给您回话吧 到时候要买的话 还是要麻烦您的 中卫这伙的心思 却是没放在飞机上了 这孩子都是一家人 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你和轩冰早点休息吧 电话那端传来的话 确实让装裕的脸皮 也情不自禁的红了起来 感情这丈母娘 估计早就猜到自己在干什么了 决定 老公 怎么这么早就起了 诶 你在干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 秦宣斌从睡梦中睁开眼睛之后 却发现 庄瑞已经坐在了床上 用摆在腿上的笔记本电脑敲击着 啊 你真的决定要买了 秦宣斌把绣发挽到脑后 露出了雪白的脖颈 将肩膀靠在了庄瑞的肩膀上 见到那笔记本上的画面上 有几架飞机的图片 另外还有一些数据参数 庄瑞点了点头 说道 决定了 选兵 你来看看 咱们买哪一架比较好 早上在网上搜索了一会儿 庄瑞发现 国内富豪不买私人飞机的主要原因 恐怕还不是因为金钱的缘故 虽然这些私人飞机的养护费用很高 但是对一些身家数十亿的人而言 真的不算什么 让这些人对私人飞机 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 还是由于通航的缘故 根据国内的相关规定 私人注册的飞机 要通航的话 必须提前15天提出航线申请 否则就不允许其飞 只是商务活动 很多事情都是临时决定的 并且有很多都是突发事件 没有谁能将自己未来一个月的事情 规划得如此详尽 俗话说 计划不如变化吗 这样一来 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 远不如坐国内的航班省市 所以很多人也就断了购买私人飞机的念头 不过这件事情对于庄瑞而言 应该不算是很难解决的 庄瑞虽然不想动用外公家族的关系 去欺男霸女 但是 给自己敢谋取点福利 这应该不算什么吧 庄瑞又不是什么 一心为公为国的正人君子 而且该花费的钱一分不少 只是把通行申报的时间缩短一点 相信这事找欧阳君就能解决掉 看得怎么样了 庄瑞起身拉开窗帘 把窗子给打开了 顿时 一股凉风吹到房间里 将那种糜烂的气味冲断了很多 回到床上 庄瑞搂过秦宣兵 见到怀中的美人 正一闸不闸的盯着电脑的显示屏 秦宣兵想了一下之后 指着电脑上的一个图片 对庄瑞说道 庄瑞 我觉得 还是买雷星公司的首相一号吧 虽然航程短了一点 但是价格也便宜许多 全复合材料极深 轻型级的价格 中型级的宽敞客舱 客舱内占立高度为 1.65米 这高度未免太低了吧 庄瑞看着电脑上的飞机参数 不禁皱起了眉头 以自己的身高 1米65 那岂不是要弓着身子进出吗 要是上洗手间 那姿势可不是很舒服的 嗯 是稍微有点低 秦宣兵也点了点头 他不穿高跟鞋 都有一米七零的 这种机型 的确是小了一点 两个标准大规格 8英寸乘以10英寸 平板式液晶显示器 实现了飞行管理系统 和数字式三轴自动驾驶仪系统 完全一体化 速度快 巡航速度高达835公里每小时 是全世界最快的轻型公务机 嗯 这个性能还算可以 庄瑞读到下面的时候 点了点头 其实他压根就不懂 这些什么飞行管理系统 和自动化驾驶 主要是看到后面那句 全世界最快的字样了 只是再看到下面 庄瑞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因为雷神公司首相一号这款机型 连上驾驶员之后 只能运载五个人 一次性载油总航程是2435公里 这点距离 只能在国内拥有 想要进行洲际航线 是不大可能的 轩病 这款机型不行啊 咱们以后可是要去环球旅游的 这两千多公里的距离 就是去香港 还要中间加速游 太麻烦了 那还不如坐航空公司的飞机呢 庄瑞摇了摇头 否定了这款机型 接着往下面看去 另一款私人飞机 也是雷神公司出品的 不过性能上 要比第一架优越了许多 这款雷神公司的 豪克800XP机型 对跑道长度要求低 可以从碎石或草地上起飞降落 目前已被中国民航批准 可以在包括拉萨机场在内的高原机场使用 并且豪克800XP四人飞机的客舱 是中型喷气机中最大的 不同的座位布局 可承载6到10名乘客 客舱头顶部空间宽畅 以庄瑞的身高 也可以在客舱里 直起腰板来行走 最让庄瑞心动的是 豪克800XP四人飞机的 最大航程 可以达到4800公里 比其他任何中型公务喷系式飞机 都飞得更远 特别适合于在中国 及周边国家使用 如此一来 即使去到美国英国这些地方 也只需要中途加一次油而已 这对于庄瑞来说 还是可以接受的 怎么说庄瑞都是个年轻人 对于能拥有四人飞机 心里还是很期待的 用北京话来说 那可是倍儿有面子的事情 不过下面的标价 让庄瑞还是有些心痛 1400万枚刀 在心里换算了一下对率 差不多要1亿2000万人民币了 全球最为畅销的豪华中型公务机 该机装备有世界先进的电子飞行及导航系统 客舱配有中央酒吧 高级洗手间 真皮全方位可调座椅 及飞行动态显示仪 高保证音响 DVD等高级娱乐设施 使客户进享贵族待遇 在性能方面 完全可与波音747大型客机相媲美 起飞后迅速爬升至万米以上的平稳气流层 绝少发生颠簸 看着图片下面的这些简介 那些豪华的配置 最终使庄瑞下了决心 说道 买 就买豪克800XP型的 宣兵 回头你就给咱妈打电话 说我晚点拨款过去 紫娅 那是我妈 秦宣兵白了庄瑞一眼 不过心里也喜滋滋的 她虽然不是那种爱炫耀的女孩 但是拥有私人飞机和爱郎去周游世界 这恐怕是世界上所有女人都无法抵挡的诱惑吧 好 那我下次见了丈母娘就喊阿姨了啊 庄瑞笑嘻嘻地开起了玩笑 突然想起 佐尔格和丈母娘接电话的情形 心中不由荡了一下 看向秦宣兵的目光 也变得炙热了起来 别 要起床了 不然等会儿妈肯定说你 秦宣兵被庄瑞的眼光吓得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 用毛巾围住了身体去浴室了 死家伙 那个你不能看啊 庄瑞突然见到窗口露出一个血白的大头 拿了个枕头就砸了过去 这一开窗子就被偷窥了 白师啥时候多了这个爱好 洗漱过后 庄瑞看看时间 已经是快中午饭了 这就是不上班的好处呀 不过这日子 要是过得久了 恐怕那虎边不用等到三四十岁 没几天 估计就能用上了 起来后 这腰还真是有点软 庄瑞 这事要不要告诉妈呀 她会不会不同意呀 在走去中院的路上 秦宣兵有些忐忑的问道 庄瑞笑了笑 说道 没事 我妈不会管这些的 我赚的钱 她从来不管 果然 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庄瑞提起了这事 欧阳婉并没有怎么在意 儿子有本事赚钱 想怎么花 那是她的事情 欧阳婉只是询问了一下 私人飞机的安全问题 得知性能有保证之后 就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吃完饭 秦宣兵给丈母娘打过电话 庄瑞确实有点沮丧了 原本以为 掏了钱就能买她的私人飞机 居然要她预付一半的订金之后 等上整整八个月的时间 才能交货 这让庄瑞购买私人飞机的积极性 大为消退 既然已经决定要买了 晚点就晚点吧 庄瑞先让丈母娘帮长问清楚价格 等到手续搞明白了 自己这边就准备打款 国内目前还没有雷神公司的分公司 这些事情 在香港办理会方便一些 购买私人飞机 这也算是比大生意了 雷神公司在全球范围内 也不过就卖出了500多架次 好客型私人飞机 他们要根据顾客的喜好身高 以及各种要求来生产 雷神公司很注重庄瑞的这笔单子 居然派出了一个叫汤姆的专家 从美国飞到了北京 和庄瑞具体商谈一些事宜 包括机舱内的具体配置等等 让庄瑞体悟了一把 真正的顾客就是上帝的感觉 只是对于庄瑞提出的 要尽快交货的要求 那人就表示无能为力了 毕竟这是飞在天上的东西 从技术层面 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并且还要进行多次测试 他们要对客人的安全负责 庄瑞想想也是 总不能拿自己当是非员去吧 庄瑞对自己这条小命 可珍惜着呢 后面几天 庄瑞彻底悠闲了下来 偶尔也会去秦瑞林和宣瑞斋看看 两家店的生意都很正常 宣瑞斋的印章石生意 已经开展了起来 正如庄瑞所料 还没等他把印章送给金胖子等人做宣传 京城里那些附庸风雅的人 已经是温风而至 这才短短的三五天时间 就已经有二三十个人求印章 算下来 葛师傅这个月的收入 最少在两三万元以上 见到庄瑞之后 是没口子的道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